喜师傅说故事 夫妇独饼 《白玉经》上记载了这么一个故事 从前有一对夫妇得到了三块大饼 夫妻俩各吃了一块 还剩下一块 而两个人都很想自己独享这一块大饼 这个时候先生就说了 既然我们都想吃这一块大饼 那么就来做个约定好了 太太说 什么约定啊 从现在起 我们都不能说话 谁先说话就不能够得到那块大饼 太太说 好啊 为了那块大饼 我绝对不会说话 咱们就走着瞧吧 约定好了之后 夫妇俩就真的不再说话了 过了没有多久 正当两个人为了大饼不说话的时候 忽然有一个小偷闯进了他们的家 想要偷取他们的财物 但是夫妇俩为了大饼 谁也都不吭声 连喊一声有贼啊都不愿意 就这个样子 眼睁睁的看着小偷将 首饰和金银财宝搜刮一空 而小偷见到两个人都没有任何反应 新生侥幸 又见到女色当前 于是就在先生的面前戏弄起了太太 没想到先生看了竟然无动于衷 继续坚持下去 并不打算救太太 这时太太急了 叫着 救命啊 救命啊 你竟然为了一块大饼 连你老婆都不要了 小偷被吓跑了 而先生却视若无睹 还坐在那儿高兴的喊着 哈哈哈哈 你先开口说话 大饼就是我的了 大饼是我的了 这个故事中的饼 比喻为小小的利益 贼指的是六贼 我们的眼 耳 鼻 蛇 身 意 相约不说话 则比喻为不肯清净参叩善知识 故事告诉我们 世间之人为了五欲的小名小利 往往丧失了善法和佛法的广大利益 其余是可怜 正像这一对愚笨的夫妇一样 常常为了追求财色名利 而致自身的法身会命于不顾 你我怎可不以以为戒呢 南无阿弥陀佛